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打在屏幕上的这几行字 两个内容 一个涉及到个别人大代表的资格 一个涉及到任免案 是值得关注和玩味的 首先顺道者再快速的说一说赵乐际 目前的中共常委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现在方坚普遍认为他是头疼脑热 为什么 因为赵乐际是曾经在青海深耕三十多年 然后试图起飞的 他在青海期间的老部下 这一段时间是频繁的出事 12月19日 也就是上传这一则视频的当天 过往的一个老青海副部级的官员 骆玉玲 官方放出了消息 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 被执行了逮捕 稍早之前 12月中旬 另外一位赵乐际的老部下您现在看到的李鹏兴已经被官方宣布 正式落马了 所以这几天 中国大陆有一些媒体人也是活跃起来了 写文章感慨 青海的水是很深啊 青海的水 青海水深深吉许 那赵乐际本人应该是最清楚了 接下去来看一看有关的任命案 从后面往前来说 因为这个任命案相对来说轮廓线条会清楚一点 首先呢就是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会不会王毅 他目前是高配 因为他是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会不会被免掉外交部部长的职务 然后有一位新的人物来担任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目前来看是有这个可能性 两个人选 一个是目前的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 另外一位是中国外交部的党委书记齐玉 马昭旭的优点 根据业内人士的说法 他确实是在外交战线工作过多年 本身也是博士 所以不管是业务能力 还是说知识面都有足够的保证 齐玉主要的优点或者是特点 经常在组织部门常年的工作 所以对于人士 他的把控拿捏会更到位 另外一位认为人选刘建超 其实是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 对外联络部的部长 刘建超他的核心的优势 除了在外交部门有经验之外 也曾经在中纪委 在地方上的监察委员会有过工作 所以所谓的复合型人才吧 此前有一些业内人士分析 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到明年三月份的两会 再来行礼如仪有一个新的外交部部长出来 不过考虑到习近平是已经去了美国 见了拜登 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 目前是处在相对缓和的阶段 对于新的外交部部长来说 压力是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眼下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窗口阶段 是一个好的时机 已经十月份满了七十岁的王毅 就撂下中国外长的条子 有新的外长在这个时候出来 接下去就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刘正立 目前的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高概率的可能会在12月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被任命为中国的国防部长 其实在12月11日至12日所举行的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刘正立是已经和中国国务院的部长们 坐在一起了 接下去 目前的中国民政部的党组书记 陆志源 再加上中国的文旅部 文化和旅游部的党组书记 孙叶里 也有可能在月底的人大常委会上 被任命为 分别任命为 民政部的部长和文旅部的部长 在这两个部门的官网上 其实都已经没有看到 部长的图片介绍了 民政部目前名义上的部长 唐登杰 已经在十月底去了山西 成为了中共 山西省委的书记 他没有赶上十月下旬所举行的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的仪式 那这一次应该就是补齐 胡和平目前名义上应该还是 中国文旅部的部长 但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职务 就是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至于马小伟 中国卫健委的主任 会不会在月底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被免职 曾一心 然后做接替 目前呢 有这个可能性 接下去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月底的这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 那这几位 秦刚 李尚福 加上火箭军之前的主官 前司令李玉超 前政委 徐中波 再加上 之前媒体报道过 已经是深陷贪腐传闻的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此前也是担任过火箭军副司令员的张震忠 这些人 那都是目前的第14届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这几位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他的资格 人大代表资格的变化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呢 有必要对中国的人大代表 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受到哪一些保护 做一些介绍 目前中国是比较重视人大的相关制度的建设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因为党要管一切 很多问题呢 很多关系确实又摆不顺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现实 第一点 中国的人大代表 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是五个层级 最低一级 最基础的层级是乡镇的级别 那么从县及县以上的四个层级的人大代表 他是有所谓的免补权的 所谓的免补权就是免于被逮捕的权利 具体的法律条文是这样的 听上去是有一些拗口 在这里快速的就分享一下念一下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 非经本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许可 不受逮捕或者是刑事审判 简单的来说 特指不受公检法中国的法律机构的逮捕 或者是刑事审判 而中共党内由中共的纪委等相关部门 所进行的纪律审查 以及针对公职人员 由中国的各个级别的监察委员会 所进行的监察调查 这两个部门如果说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他又不受这个条款的规定 根据所谓的免补权能够得到的一个推论 就是一个人大代表 如果他在原选举单位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资格 又经过上一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个是在大会闭会期间 由常委会进行确认的话 这个人离被逮捕或刑事审判 就非常的接近了 现在就秦刚的案子来说 我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 天津11月底是举行了地方上的人大常委会 而秦刚他作为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他原来的选举单位是在天津 但是天津的人大常委会11月底的会议上 又没有消息传出来说罢免了秦刚的人大代表资格 所以会不会说在天津 其实秦刚的人大代表资格就已经罢免了 对外没有官宣 然后等到12月底 这一次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直接就确认中间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目前也只能是一个字 等 如果等到12月底发现 搞了半天天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没有罢免秦刚的全国人大资格 那也就不存在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确认这一码子事了 那就是秦刚被高举秦方的可能性很大了 至于中国军方的几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因为中国军队的事务有涉及到中国国家所谓机密的考虑 或者批评所言 暗向操作的惯性更足 所以不排除就是军队的一些人大代表团已经罢免了 这些高阶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然后直接上12月底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那如果说走这个流程 外界应该不会感到特别的意外 这符合中国军队运作的特点 第二点 对于中国国家监察机关 要去查一个担任人大代表的公职人员的时候 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那么对经各级人大政协选举或者任命的公职人员 中国的国家监察机关 相关的监察机关要进行撤职和开除的 应当先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 那由谁来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的呢 当然就是各级人大以及政协了 具体到秦刚和李尚福 他们所获得的职务 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 国委员 中国的国家军事委员会 这样的职务都是走中国全国人大的程序来获得的 所以根据前面提到的这一条规定 就是由中国全国人大 把他们的相关职务免职 那么免职以后意味着什么会发生呢 有必要强调的是 免职本身并不是一种惩戒性的手段和措施 但是如果说国家监委在查的过程之中 确实发现这个人是有问题 那么他的职务被人大常委会免除之后 国家监委还会依照一些程序 做出警告 记过 击打过 降级 撤职 开除 等政务处分的决定 第三点就要讲到 中纪委在这个中间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先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在2018年的2月24日 新华社首先是发布了杨精 也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当时的 被立案审查并受到处分的消息 在同一天 当时啊 是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次的会议就决定撤销 杨精的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的职务 所以走的是撤销 用的是撤销这样的办法 再比如说 董云虎之前 是上海的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中共官方对他处理的程序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是由中纪委国家监委 放出消息 对他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下去 是由上海的人大常委会 罢免他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职务 同时又终止他的上海市 人大代表的资格 同时也是撤销了 董云虎所担任的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务 紧接着就是 大概两个月不到啊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确认董云虎的代表资格 是已经终止了 再接着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中纪委和中国国家监委 对董云虎的相关的处理就出来了 再接着就是一送司法 这条线索发展下来 目前很突出的就是能够看到 中纪委和国家监委 所谓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截至上传这则视频的 2023年12月19日 中国的官方是没有向外 披露任何的消息 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过程怎么样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 党内的纪律的处分的结果 以及监察调查 所给到的证务处分的结果了 所以现在不排除一个可能性 就是中共对官员的处理 特别是有人大代表资格的 官员的处理 是改变了打法 前面把流程做得足足的 由人大把该做完的都做完 在纪委监委调查 还没有结束 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就先行把他们的 由人大任命或决定任命的职务 先行免职 最后再就是党纪和监察机关 处分了 不排除最后的处分 上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做最后的确认 这个背后的逻辑 自然就是说要提高 中国全国人大 这样的机构 它在法律上的地位 先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声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声明镜